哈囉大家好我是屈羽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沒有打算要上任何的字幕 也沒有打算要上任何的畫面 所以它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從頭到尾的黑畫面 那如果是想要聽一些愉快的東西的話 很不幸的你今天可能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把這部影片劃掉 然後可以去睡覺 剩下的留下來的人應該都是願意聽我抱怨的人吧 反正接下來我講的東西就你們就當個床邊故事聽吧 反正我才應該半夜12點會出 好那我們就開始聊一下我最近看這個遊戲的狀況 那如果是一些老觀眾啊 然後平常都有在跟我台的人 就會知道說我平常是對遊戲內容是不太抱怨的 FGO呢跟屎一樣的轉單機率 然後那個詭異到不行的故事排程 然後CF也是很詭異的排程 基本上我也都忍氣吞聲 然後那12單的順 那個380抽的財神 那大爆時的水財 代抽 我基本上我都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機率或者是拍程這種東西 都是遊戲公司自己有自己的考量 那機率就是機率 抽不抽得到沒有辦法 那所以我平常對這些事不太抱怨 那如果我真的開始抱怨 就代表說我受不了了 因為我也覺得這個非常的嚴重 那我受不了了 應該基本上已經8到9成的玩家會受不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官方會願意還繼續這樣子出 那會這樣子出就代表說 應該是營收還不錯 不然就是他們營收也很吃緊 一個就是往好的方向想是營收還不錯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營收還是很吃緊 那我在財是同時都有 因為據我所知 WP之前是去跟日本的 好像是國家的一個部門 帶融資的10億 那他們這個10億是拿來做什麼的 很不幸的完全沒有拿來投資crutch fever 而是去投資的另外一個隔壁棚 英雄氣泡 那英雄氣泡的話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反正就是個把少年jump的角色 全部都集合在一個遊戲裡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遊戲本身就是版權費貴生生 所以我相信那個遊戲一定是沒有賺 然後WP也還有另外一個遊戲叫女神什麼的 那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個我也沒玩 那聽說那個也很慘 所以變成說 這遊戲的營收壓力全部都又掉回CF身上 你做新的東西 然後結果沒有成功 然後變成了舊的東西要單起來 然後新的舊的東西還沒有拿到任何的好處 然後就要把這個東西單起來 這代表說呢 WP丟了10億下去 但是可能這10億沒有任何一億是分給crutch fever 那crutch fever一樣資源匱乏 但是他被要求做比以前更多的收入 才能維持住這個現在的他們需要的平衡 那這個是我在猜為什麼 crutch fever越來越坑的趨勢 那國際版也越來越坑 那日版其實這陣子越來越硬 轉蛋的話 從一開始的0.8 0.7 變成現在是大獎0.5 然後剩下的一些常駐角色3.5 然後總共4% 然後我日版這陣子一直抽 也是一個大獎都沒有 頂多偶爾可能抽個五六十抽才歪到一隻 那我是自己是體感上是覺得說 Y的東西也沒有他們寫了3.5的那麼多 我覺得可能還是更少 那大獎0.5 基本上又300天經 那我其實已經沒什麼 我已經是幾乎是對日版是無課的狀態 因為其實課日版第一 日版真的很貴 日版比台版還要再貴一點 就是可能台版的一單是2490或2390 那可能日版的一單因為匯率的關係 然後他們一單本身就會貴了一點點 所以可能都會在2700、2800左右 所以我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在課日版 就算我之前主農日版的時候 其實課的數量也不多 那那個陣子我其實也是抽得到一些東西 那帳號也不算太差 所以就變成說那個時期的日版 我現在基本上日版都是靠著 前去年的角色在硬撐著 然後靠著今年的一些平民腳啊 或者是便宜腳 或者是練得起來的角色去撐 那我其實覺得越來越 我在日版也撐得越來越痛苦 日版現在的強度 也開始有往上走的趨勢 像是女王 那女王的話 日版大家就是知道嘛 就機率幹 那個機率掉 那個機率掉真的真的 你他媽沒有花時間 你根本就練不起來 然後我 我有朋友之前有花時間 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他已經把四屬女王都弄起來了 然後結果現在又出了一個木星 然後一樣還是是女王的素材 一模一樣 然後再加一個專屬木星的素材 又要去農 那所以就變成說 你又要再農一次女王素材 他至少農一個女王至少要農大概 兩個多月 然後至少燒掉了兩萬體力 然後四到五百根的萬能鑰匙 四五百根的萬能鑰匙 這叫練一隻 這叫練一隻女王 上覺醒 然後還有一些微博的鴨子 因為十幾億的經驗嘛 也是很貴 所以變成說 那個成本 那女王強度夠 所以其實大家都願意練 可是當這次的團戰出來之後 我可能我還沒有錄攻略影片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一刀的隊伍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拿出來彈 那這次的日版團戰的規則是這樣 血量一億五千萬 然後你沒有辦法一傷 你就是打滿一億五千萬 那個血就飽了 就飽了 一億五千萬就是一億五千萬 他也不會有任何的一傷分數 那沒有任何一傷分數 你單殺一隻 分數是87萬 然後你最高分要打到五千萬 自己去算 那打一次是160體力 那你沒有辦法一刀的 你就要三 一打一隻就要320體力 雖然不用鑰匙了 但是他要用的是你自己的體力 那如果你要一億五千萬 你的隊伍基本上要有什麼 第一個活女王 超覺醒 第二個就是塔環西 基本上隊伍核心是這兩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一刀隊 是中間兩個 是塞大概這兩個月的 霍屬性超Fever的角色 所以變成說 你這四隻 有三隻都是近期的10抽角 0.5%的機率 所以基本上 0.5%的機率就已經很難抽了 那運氣不好就是300天井 日版的300天井又有更貴 然後霍女王是個超高練度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你想要穩定的 用一隻87萬分的點數去穩定練的話 你還是要打很多隻 你可能至少也是 七八十隻吧 然後你的隊伍練度又是這麼高 你的需求又是這麼的高 所以會變成說 練的也很心累 弄的也很心累 就變成說日版也越來越乾 然後也越來越片刻 因為其實說句實在話 日版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它的出池速度也沒有因此變快或變慢 但是它就是在機率上調高你 你覺得大獎0.5% 有這麼好抽嗎 FGO是大獎越調越高 從0.7調0.8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遊戲 是從機率從越來越高調越來越低 我認真的 這我認真的 這我真的要包容 我不管任何的日版玩家 任何台版玩家 任何的國際版玩家 我任何的手遊玩家 我不太能接受說你的機率 居然是越改越硬 我相信 這不 無關占台日 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玩家福利的東西 那 0.5%我是覺得 真的有點過分 那 之前有一陣子 變成說什麼 大獎1% 然後 小獎可能就 欸也1% 可能大獎0.7 小獎1% 就這種活動詞 這樣子的 也越來越少 只要是集Fever記點 超Fever記點 永遠永遠永遠 永遠大獎就是0.5% 然後小獎可能就1% 小獎平分剩下的1% 就是這樣 那你一直又0.25% 你要拼 你就是要拼更多 然後他又沒有 因為他又沒有像台版說 有分大小獎的 之分 他的天井就價格又不一樣 像台版有些可能天井是20 然後小獎可能就15或者10 那日版是沒有的 日版就是 不管大獎小獎 他的天井都是30 30 300籌 你覺得這對一個 一個 當然啦 這樣講就是 日本人的薪水就是比較高 平均普遍來看 薪水就是高三倍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日本公司 他說 他的日本正值 一進去 大學一畢業 進去 就是台幣6萬的薪水 然後 至少 就是至少 還沒有算上獎金 那些有的沒的 就是基本約請就是6萬 台灣基本約請是22k 好 就是至少三倍 就是差不多三倍的量 所以其實日版課金就是貴一點 但其實 對於 有些日本 我自己在推特有跟一些日本朋友交流 那他們也是覺得其實 0.5%其實是真的不太OK 然後 對更何況是對我們這種台灣人 然後 我甚至是學生 所以 就是 這個算是比較是讓我 卻步日版的原因 就沒什麼在課金 因為那個機率對我來說 太遙不可及 那 我其實 有好幾次 試著兜售日版賬號 那 基本上也都沒有什麼人要 所以 最後想想就想說 那就不如乾脆自己留著 就 有時候可能一些資訊呢 也可以看看 然後 打一些關卡 然後 也偶爾出出影片 一些關卡攻略的東西 好 日版講完了 那現在 反正我覺得日版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日版的經營我覺得 以日版的營運方式來說是不錯 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卡詞 是 那個機率越改越低 也許我哪天 哪天不小心點開那個 他的機率表 他的機率表 哪天突然變成0.45也不一定 對不對 誰知道 哪天他更 哪天他更需要營收的時候 他就 默默把機率調成0.45 誰知道 因為他不像 他們日版的機率表 是藏在池子的另外一個快捷鍵裡面 就是你要進到池子畫面之後 你才能點那個池子 就是池子開了你才知道他的機率長什麼鬼樣子 哪天他出了 然後出0.45 岩上已經來不及了 反正大家已經開始抽了 你也不可能再改了 只要有人抽了 岩上就來不及了 就是這樣 好 那就是對 誰知道 有可能 好 然後日版講完了 我想接下來講台版 台版的話其實 我覺得台版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 趕火車 那趕火車 我不懂 任何遊戲 只要進到台版 就是趕火車 我不懂 就是這樣 我玩FGO日版 好好的 然後 我就是把FGO的四周年的活動 就是 兔子女王農完 欸兔子王農完 然後 我就不小心把它刪了 那我賬話也找不回來 所以我FGO日版 我就沒什麼在碰 就沒在碰了 那好 那我覺得 那一次我玩起來感覺是 好像還可以 其實感受度來說 跟台版是差不多的 體感上 那 我也趁了那個機會 加了一些FGO的日版群組 然後 雖然他們自己也很少在玩FGO 他們都在玩別的 這樣 然後就跟他們也會聊 然後他們都說 戲稱台版叫跑車谷 那 台版的 FGO台版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奇怪的排程 那從來沒有在照 就是有點跟 有點跟Crush Fever的台版 之前有一陣子有點類似 就是他出的東西 沒有在照日版的規則走 反而是照大陸的B幅走 那照大陸的B幅走 然後 然後又要再因應台灣有時候一些節慶 又會再說一些小小的改變 然後就會讓那個排程變得非常的詭異 像是在日版之前 其實是 2.2章 就是速師匠這個章節 是大概在FGO日版三週年前 一陣子才出 那現在 台版的話 三週年大概是五月左右 五月中 所以應該在FGO台服的情況下 應該是要先出現在在復刻的泳裝 然後可能在別的活動 然後才會出2.2章 然後結果台版居然是現在已經丟了2.2章 然後可是一文代之王沒有出來 因為正常來說 張傑跟一文代之王會是 時間不會差太遠 那這次的話 就中間又塞了一個泳裝活動 那這次的泳裝復刻 復刻完 就是新的泳裝嘛 新的泳裝的話 就是那個金針菇啊 那個 剛好就是那一代 就是金針菇那一包 所以就變成說 很有趣的一個排程 所以 也是大家都說 台版叫跑車服 因為台版出的進度也怪 然後 而且很快 沒有什麼漲潮氣 就是任何遊戲 我覺得只要 就是只要日系手遊 然後進到台版 基本上有八成的機會 都會變跑車服 那我覺得這是跟台版玩家的 台灣玩家的一些心態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台灣玩家會想要搶快 搶 搶 就是不能只有搶 要又搶又搶 才會抽 然後才會課 這次我看滿多遊戲的狀況都會有這樣 像是 神魔 像我自己神魔 神魔就是一個進出 進出的方式 然後 進了之後 然後可能就完完一陣子 就又刪掉 然後哪天又進了一陣子 才完完 然後可能 刻個小禮包 然後抽一抽 然後沒有抽到當期大獎 就又刪掉 那如果抽到當期大獎 就繼續玩 這樣 玩到那個大獎 過期 就下去 然後就刪掉 然後可能 又有Omax可以抽的時候 又回來 這樣 我神魔的玩法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可能1月一次 然後 7月一次 然後 11月一次 然後就是 通常 這三個月基本上都會 刪掉一次重裝一次 這基本上都會出現一次 那這次的話 因為電玩展 然後有Omax 所以我又 把神魔又下來下來 然後就稍稍的抽了一下 那項女是沒抽到 但是抽到了 那個打擊 就把打擊練起來 然後也抽到一些不錯的東西 所以現階段 我神魔是屬於 還有在小小玩一下的狀況 好大概是這樣 那神魔問題 大家也知道吧 女將事件 然後不然就是前陣子的 前陣子 前陣子的項羽事件 然後 也不算項羽事件 就是那個 一抽入魂事件 反正就是 兩個事情都沿上起來 那個在我眼裡 才叫真正真正的岩上 你看看那個岩上燒得多旺 居然可以直逼場外版 然後再版這第二名 哇 那個真的叫做 搖搖大火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開玩笑說 台版 台版 Crash Fever 岩上 那個叫岩上嗎 那真的不能叫岩上 我 像之前日版 魯魯碰事件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那魯魯碰事件的話 知道的可以幫我打個加益 沒有關係 反正魯魯碰事件呢 就是 日版 正式啟動魯魯碰這個 系統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日版說 會依照自己以前賣掉的 50 51 就是那個時候的 就現在60 然後 然後一些課金的數量 你抽卡數量去 去 評斷 說 他到底要送 給你多少魯魯碰 那 像 我們好友交流會的大叔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 那個波成 他管理員 他課很多 他也課很多 大家都知道 他課的可能比我還多 很多 的那位大叔 那 他魯魯碰拿到了幾個 我記得啦 20幾隻而已 然後日版 那個時候就是把所有的角色 那個 從1B 要變成5B 轉蛋角要從5B 開始出了 然後 就是說會補一些魯魯碰 然後 他就 抽 他好像拿了 只有拿了十幾二十隻 然後日版日版最多最多 那個課了幾百萬日元的玩家 最多只有拿到40隻 那我自己是9隻 好 來了 我至少那個時候 我的60C至少有 至少 至少也10隻 20隻 肯定是有 然後你突然說 你現在開被動至少要20B 然後你只有9隻魯魯碰 好來了 這問題來了 大家就開始覺得 你之前畫大餅說 欸 會給很多 好像會給很多的樣子 然後呢 就開始延上 開始延上 開始延上 真真真真意義上延上 你畫 推特 你畫三篇吧 你畫兩篇到三篇 都會有一篇 標註Crush Viver 然後把所有的60C 58C 所有的角色全部賣掉 然後再把遊戲刪掉 就這樣 就這樣 沒有任何一句話 沒有多餘的任何一句話 就是這樣子 的一個影片 然後標註Crush Viver的官方 三篇至少有一篇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在燒 然後 其實玩家 那個時候玩家的訴求 非常的簡單 一開始為什麼會沒有燒那麼嚴重 玩家的訴求沒有 非常簡單 就是要 你們查清 我們所有抽到的 55C角色 然後佈幾個加式的Lulupon給我們 好 如果當年官方 老老實實的說 好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 可是要很久 我相信玩家也不會生氣 然後也不會出現說什麼 各種刪卡的影片出現 好 那個時候 官方如果是這樣子講 就 根本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官方 在 他們的生放送上面 講了一句話 我們做不到 就算做得到 我們也不想做 好 他們也講理由 就是 因為這個要做 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 說 你 基本上要把所有 所有 所有玩家的每個 55C的角色 全部都檢查一輪 然後你才能個別給誰 然後 我們不想做 後面補的 我們不想做是因為 做這個 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 因為 他們覺得他們這樣就 賺不到Lulupon的錢 所以他們 就後面又補了一句 我們不想做 好 此發言一出 就是直接大爆炸 就是 那些玩家 那些日本玩家 然後那些 玩日版的台灣玩家 那些 其他玩家 好 就是整個大爆炸 就像 真的是野火大草原一樣 整個燒起來 所以 那陣子就真的就 瘋狂的演唱 瘋狂的演唱 每天都在刪卡 每天都在刪卡 每天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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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篇刪卡文都一定有 一定有 在 gamewith 那個時候還在G8 然後 推特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日版的一個 論壇網站 我有點 有點忘記呢叫什麼 就是有點類似 台灣的巴哈的東西 然後 所有人 都在燒 每 每 每篇門幾乎都在罵 然後那陣子 他們的那個版 版 版喔 Crush Fever的主版 那標題還打了一個 憤運營 就這樣子啦 他們的標題就是Crush Fever 然後後面再補個憤運營 就這樣 然後 就是標誌 連任何的 連那個討論版都在表達不滿 然後那陣子就是 所有地方都在燒 然後大概至少燒了三天 官方才 重新出來說 好他們決定 在經過他們討論之後 他們要做 他們還是會補回來 那這樣一補 他們就說要早很久 那其實說句實在話 我覺得沒有很久啦 我記得大概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就全部都補回來 那我在猜應該他們就是 直接可能寫個程式 可以讓 查說你所有的55C的紀錄 然後再給你 再補給你 就這樣 那這個都在我眼裡 這個才叫真正真正的燃燒 因為 我見識過真正的燃燒 那我現在都覺得台版 台版那些巴哈 其實說句實在話 在我眼裡 那個真的都不算燃燒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 講的有點多 偏離有點遠 好 那我們回來 回來說 我現在對台版的心態 那其實 我對台版的心態算是 算比較寬容了啦 我至少 如果是別的遊戲的話 基本上 我可能 應該早就刪了吧 如果我不是為了拍實況 為了拍 這些影片 我可能 可能啦 我也不知道 因為至少 Crash Fever 是我 玩最久的遊戲 即使我 神魔 玩了 五年 其實神魔剛出的時候 我就開始玩了 然後 我的登錄天數 其實還比 Crash Fever的 日版少 我認真的 就是 台版加日版啦 就是最開始玩台版 然後到 我中間挑日版 到現在 至少 我現在日版 大概 總和加起來也是 就基本上 是沒什麼在斷燈的 任種程度 即使面對考試 即使面對任何的 麻煩 我都 會想辦法一直登錄 就算我 沒有時間 打 沒有時間農 我都會登錄 至少 另一個獎勵嘛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這陣子 覺得我開始 對 Crash Fever的 熱情度 也開始有點小講 那我也覺得 是跟官方這陣子 一直在 趕火車趕火車 然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實質上的 改變 就是即使他們 說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的新功能 然後 也承諾了很多 很多 會改進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沒有出現到一個突破口 可以讓我 又突然 重新農起來 這個遊戲 目前我沒有看到 那我現在 會一直留在這遊戲裡面 就是 還這麼認真的玩 還認真課 我 基本上都是為了 你們 現在在看這部影片的人 然後 沒有在看這部影片的人 因為不想聽床邊故事 已經睡覺的人 任何 看過我影片的人 任何在我影片按過讚 按過不喜歡的 留言過的人 留下來的 繼續做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這一切 就是沒有 沒有你們 不會有現在我 不會有我現在 坐在這裡 錄這部影片 所以我捨不得放棄你們 所以我還願意一直 一直課吧 一直 講來聽點就是敗家 我真的有看過一些朋友 傳給我 人家對我評論說什麼 看西語敗家好爽 那 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即使 我有一半的抽卡錢 是靠老闆出 然後有一半的 抽卡錢 我還有三分之一的抽卡錢 是乾跌出 然後剩下的是我自己貼 我自己打工錢 我自己影片收益的錢 自己貼起來 那我覺得這一切對我來說 就是值得的 那我 花了很多心思在這上面 那 也 反而也 就是 去年在頻道被弄掉之前 那陣子是有做起來的 因為那陣子其實我覺得 Crush Fever的狀況是 還算不錯的 那陣子其實 定決數是有2500 然後 正要往3000邁進 就是 正要 可以追上冰雨的時候 然後 遇到的那個打擊 那 我也不想再提那件事情 就 就打他過去這樣 然後 呃 就是 因為 然後就重新開始 那 重新開始之後 反而也因為Crush Fever 營運自身的一些問題 然後 就變成說 我 衝不太上去 那他們對 YouTube權的不重視 他們 對 IG權的不重視 那 他們對於這些社交方面 其實 他們覺得 我有 其實我有稍稍跟他們談過 他們是覺得 他們對這一部分其實是 比較覺得 嘖 他們覺得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他們可能之前 做了 然後都覺得效果不好 所以變成說 他們覺得沒什麼用 那 我其實說句實在話 我覺得 一個遊戲 可以成功 還是需要這些實況主 還是需要這些 非官方的論壇 可以做得起來 這個前提 這個遊戲 才算是一個成功 即使你 他媽 我講難聽點 即使你他媽 數據再漂亮 但是 你沒有辦法 新的人進來 你沒有辦法 讓玩家的人口 有個流動 你沒有一個新的緣 那這個東西 就是只會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 那我覺得 Crash Viver 至少在這方面 是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敗 就是 他們對於任何的宣傳活動 可謂堪稱 跟 自家 對 我覺得他們的 行銷吧 應該這算行銷部門 那我覺得他們行銷部門 基本上 就是 一坨石 那 好 那我相信就會有人說 那FB那些 完全不回應的是什麼 呃 我不知道 你們可能有 沒什麼人玩過粉專 那有玩過粉專呢 應該都會知道有個 東西叫做排成發佈 所以你看他們每次都什麼準時 3點準時 12點準時 8點 你他媽以為他們真的是小編 每天準時都坐在那裡發文嗎 沒有 他們就是個排成設好的東西 就是排成時間到了 那個文章就自動出去了 我告訴你可可 有一次出國 他就說 喔什麼都排好了 放心你們絕對不會無聊 然後就自己跑出去 拍他別的影片 好 就這樣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東西 反正就是呢 他就是個排成排好之後 他就會出去 他自己就會出去 就跟鬧鐘一樣 他就時間到了他就是想 那這文章呢 就是時間到了就會送出去 然後 他也不會回 因為他沒有必要看 那不是他們的工作 回那個不是他們的工作 回那個不是他們的工作 那個是克服的事情 克服就是個 你要記性才會回你的東西 那 Crunch Vivo的克服呢 又是一坨智障 對 我真的不想這樣講 但是 我真的覺得 可能他們 日本人比較嚴謹 所以 他們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比較麻煩一些些 所以 但是我覺得就是 呃 至少啦 我覺得跟官方的 克服聊天 就是個 在考驗自己耐心的東西 因為 他也沒什麼辦法幫到你 這樣子 還就是 有人都說 你跟克服講 還不如直接等 線下活動 莊賞站在你面前 你直接跟他靠北 還來得有效 真的 真的 我告訴你 線下活動 我永遠都看到莊賞被一群人圍著 被靠北 所以他現在呢 基本上都躲起來 因為 二週年吧 二週年那一次 那個中間休息 莊賞就 就 偷偷走下來 馬上就被一群 玩家圍起來去靠北 或者是 希望調整啊 一些東西啊 每個都去找他 所以他現在基本上 休息時間都躲後台 他可能也不想被靠北 因為真的太累 好 那 不過我是希望是說 官方啦 好啦 就是我覺得 要抱怨的抱怨的差不多 然後就 故事也講的差不多 反正就是個 呃 我是覺得 這個遊戲 呃 天井機制 我覺得很棒 那我覺得這個出來 OK 那轉蛋機率的話 機率就是個 你的機率的東西 那台版至少還有 0.6 就大小獎均分起來 就是總和還是 可能 小獎可能至少 就是還是有2%到3% 大獎加小獎 就是 全部的65C可能就總共3% 然後在其他60C可能又在3% 就是已經有6%的機率 至少我覺得 呃 台版在機率的部分 其實是比日版還要 鬆一點啦 至少 至少好抽一點 至少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那 那 台版到底真正的問題在哪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就是 行銷不夠力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的 排成 其實 不太OK 他們排成 真的是不太好 那 我相信應該也是有一些 他們自己的壓力 就是我剛剛說的 10億元的事情 我的壓力 所以 讓他們排成 也非常的辛苦 那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東西就是 呃 在 客服方面 總是沒有辦法給玩家一個滿意的答案 那我覺得客服跟行銷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 那 第四個就是 我覺得他們在 呃 非官方的 任何的平台 任何的 呃 不管是FB的社團 我知道FB社團 他們其實都有在裡面 我有 其實 我都知道是誰 那因為我沒有叫他們好友 所以 所以 對 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回去 但是 我知道他們在裡面 就是官方的人 我知道他們在裡面 然後 巴哈的話 我也知道官方 其實是有在看 哇 其實 在電玩展的時候 我都撇到裝想手機 就是在滑巴哈的版 呵 還就在滑巴哈的Crash Viewer版 之類的 這個 就是 異文趣事這樣 好 那 那我覺得就是說 官方應該 我覺得 希望可以在對這部分 有更 正面的 回應 不一定說 一定要用自己的私人帳號 或許可以 就是在 遊戲的公告 或是FB上面 就是可以在 官網上面 對這些非官方的平台 有一些些正面的回應 或許 也是個 可能 這也是個可能 那 再來就是 基本上我覺得 這 這四個部分 其實做起來啦 因為我覺得 Crash Viewer最 最巔峰的時候 其實 就是YouTuber 就我就單止YouTuber 我上一次跟他們的行銷部門 有在討論 那我自己是覺得其實是 千賞的那個時期做的最成功 雖然我對小六 對可可 跟對天神 有點 不准頂 不准重 但是其實我覺得 最讓我想要看官方直播 官方平台的時候 其實是千賞的那個時期 那我覺得 他 那個時候 他有把他願意 給遊戲的熱情 然後他 講幹話的能力 然後他的一些個人魅力 他有把他的特色 注入到那個官方直播裡面 所以那陣子其實 就是 那你又看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影片 就是一個比較偏向 他以前的影片比較偏向 就是嗨 他就是嗨卡 大家都知道那個什麼 New Day New Life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這東西 那個就是牽上他的生活 所以他有把他 屬於他那股活力 帶進去官方頻道裡面 那我覺得那陣子的官方頻道 是比較成功的 那他離開之後 天神 天神我得講 天神的話 他其實是 我覺得他在 帶主持的能力 是真的很厲害 像上一次的那個 現場直播 就是只有我跟天神 坐在那邊 其實我有 有幾次是真的快要在 裡面真的完全 快要不知道要說什麼 然後我就很無助的 眼神飄向天神 但是天神居然還可以 橙色自弱的 然後繼續臉稍微 至少還好啦 他丟的球我都接得住 至少只能這樣子說 他丟的球我還接得住 所以 至少不會讓整個情況乾掉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 我自己需要還要再去加強的地方 那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官方直播其實他們都不太希望 對玩家的一些東西 有些什麼正面的回應 所以變成說 我沒有辦法像平常說 看著聊天室 我就說聊天室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就跟聊天室打嘴炮 沒有辦法 因為我只能跟我旁邊的那位打嘴炮 那我跟我旁邊的那位打嘴炮的情形 就是天神 那天神就很會丟球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都算有 蠻成功的有接到他的球 那還算可以 然後你知道那個棒倒的那一次 他們就突然說 天神就很冒了一句說 那我們來請虛語來講解一下過程 我幹 你知道我心裡說 挖操你害我嗎 本來說是你要講 這 那種心態 你知道我就砰砰砰砰 我心裡是砰砰砰砰砰砰砰 然後我還是很鎮定的把他對走 那我也不知道天神那個時候是想幹嘛 也許是想磨練我 也許是想 誰知道 I don't know 就是這樣子的趣事 那 總結來說就是 至少我覺得說 Crushfever在他們YouTube的地方 需要放點心理啦 我覺得以前只有newstime 然後前陣子是只有newstime 然後再再再前陣子是只有關卡直播 然後只有最最最最一開始的時候 是什麼都有 角色分析啦 然後什麼 什麼 台行榜攻略啦 什麼一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是 那個頻道最活潑的時候 基本上好像一個禮拜至少 都週更 我記得是至少週更 一到兩步 平常是一步啦 那他通常都週更一步 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那個時候的頻道是有活力的 至少大家也願意聊天 也願意在下面留言 然後中期的時候都只有打關卡攻略 其實就還蠻懊惱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啦 我自己去然後看台的人很少 我也蠻難過的 然後我也沒蹭到什麼 沒蹭到什麼流量 對 那直接點就是我也沒蹭到什麼流量 那個時候就真的是 因為靠的那些東西有的沒的 然後才好不容易蹭起一些流量 然後才做到一個 2500訂閱的一個小小的在 在那個時候的CF圈應該也是 就是非官方直播組的前三大的吧 我記得 那個時候應該也是前三大的 就是我 然後逼雨 然後根據嘛 那個時候我記得 有破2500破3000以上 然後以Crush Viver為主的 大概就我們三個 吧 這樣 然後 就也是 一律做了這麼久 然後 就遭遇頻道的那個狀況 然後就重新開始 然後那個重新開始 其實是真的 我曾經一度想要放棄啦 就這樣 然後 這個故事我們就 有機會再另外再說 就可能之後的 生活雜態 這種 說故事時間再來講 好 那我想要 那其實這最後這地方 我知道 官方應該有可能會提 那我 可能會在下面貼個標籤說 欸這個時間點 才是讓官方要提的東西 那 這裡 我想要好好的跟官方呼籲一下 拜託 請 好好的正視我們這些玩家的心態 我不知道 我發生了之後 那會有多少人 願意再跟著 比較有公眾能力的人 會願意站出來 再陪我一起發生 至少 我在巴哈跟我比較好的 像是天師 然後 像是公園 公園老人 哥 然後 還有些在巴哈 至少是 你們叫得出名字的 像是 幾個 不是亂源 但是在裡面 發話很有分量的 基本上 他們已經 也是半心寒了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太願意 為這個遊戲發聲 不願意再 像我一樣站出來 再跟官方好好的講 那 基本上 我不知道 我今天這個 呼籲 到底能影響多少 但 我希望 能給官方一點點 小小的警訊 就是 連我都開始 講話的時候 就代表說 我覺得 真的 不太好 即使 你們現在 營收很棒 你們現在大家都 課得很多 大家都課得很爽 很爽 但是哪天 大家突然 爆開了 壓力國就是這樣 爆開了 想要收拾爛攤子也收不回來了 好不好 那我針對幾個 自己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來講一下 第一個是拍成的透明化 那日版其實是有這部分的東西 就是可能兩個禮拜會出一次 這兩個禮拜可能會出哪些活動 但是他們下面也都會補說 不是百分之百確切日期這樣 但是大概都會預告一下 這陣子會有什麼活動去讓人 至少對卡面牌系列的 會有一些準備 那當然日版是不可能釋出技能組 因為只要技能組一釋出去 基本上氣寶效應就會出來了 所以其實技能組是不能釋出的 只要技能組釋出 大家就起寶 反正我相信 依照台版的人手 也沒有可能 兩個禮拜前就把技能組釋出 因為基本上應該也來不及 你們以為日版 台版的財報為什麼這麼難猜 因為他們都最後一刻才上傳 最後一刻上傳 一就是為了不讓你猜 二就是真的來不及 但我覺得二居多 所以大概大概台版 對應該還是 基本上我知道台版的人手 依舊還是不足 所以就變成說 我希望說在排成的部分 可以讓大家 可以有一些些心理準備 不要突然每一次都是 欸這個池子你突然開三天後 他媽的又發一個公告說 欸我今天要開別池 尤其是那個初音樂池 初音樂真的太誇張了 你他媽合作 合作第三天 然後就開個中華便電池 喔我真的是傻眼 我真的是傻眼 那個我真的受不了 反正就是一個 你知道 你這樣子出 然後合作 合作你合作還在期間 你又不是合作快結束了 然後你就突然合作第三天 突然又出了一個更 比合作還屌壓的池子上去 然後你就哇哈哈 其實對合作本身也蠻不尊重的 那第二個就是 行銷部門真的要加油 就是在對外的行銷啊 一些什麼有的沒的 像是廣告 甚至是 重新找遊戲實況主業配 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 還是可以試試看 反正 反正你知道大家 那些實況主 那些實況主 勒摩阿 德窩阿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幾位 在手遊界還蠻有 蠻有名的一些實況主 找一找 也許 也會有一些正面效益也不一定 我覺得 這個東西還是可以試試看 就是行銷部門 然後再來就是 我還是 因為身為一個 YouTuber的 圈子 的人 他們如果官方頻道做不起來 我講難聽點 我們 我跟兵羽跟 好現在俊也沒做 我跟兵羽再怎麼 我跟兵羽跟異類再怎麼拼 他媽的也沒有用 官方頻道沒有做起來 我認真的 這種我們非官方的真的是吃死算了 我認真的 我真的這樣講 反正就是官方頻道沒有起來 非官方的都不用做 真的 因為官方沒有起來帶頭 非官方都就是去死 就可以了 不用再做了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可以三頻道了 但我不想要這樣 那 我的分析影片 我相信 對成績對一些人 是有受益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到底還有沒有 那之前 也有跟官方提到這件事情 那官方就說 其實他們 因為他們自己也有看過 他們就覺得說 看了有用 覺得有用 但可是沒人看 那你看 沒人看是誰的問題 官方頻道就沒有做起來 沒人看是誰的問題 他們連官方的頻道 都不想點開的情形下 怎麼可能會有演算法 推他們到 以這個遊戲為主的 我們 就是講難聽點 就是這樣 反正官方頻道沒有做起來 我們就是吃土 就是這樣 嗯 就是這麼簡單 對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好那 那再來就是一個 就是客服 客服的人員真的需要再改進 我覺得對於客服的 罐頭訊息 有些東西 大家不能給 那還有一個就是 一些小bug的細節調整 那我知道這遊戲 一個遊戲有很多bug 絕對的 那就是 如何減少這些bug 才是這個遊戲最大的問題 然後當然就是希望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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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就是 連線可以修好了 因為 這個遊戲本來 在剛開始出的時候 就是主打連線嘛 然後 萬聖節啊 斷特啊 然後 財神啊 那陣子也是一直斷線啊 然後 雷射這陣子 雷射斷線啊 清水組織斷線啊 然後 一些有的沒的 都那個時候就是 三天兩週一直斷一直斷 那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這陣子是有好一些些啦 但 就希望可以維持住 然後可以進步 這樣 然後小bug的一些調整 不要 我是覺得真的不要每一次活動都出包 那每一次活動都出包 然後 講難聽點就是 事前的測試不足 事前測試不足 講難聽一點 更難聽一點就是 沒有人手 嗯 希望 人力能再增加 因為我知道 可能台版的 真人比較困難一些些喔 因為 可能遊戲還是日版為中 打中 然後至少要會日文 然後可能還要會一點點中文的 程度 就是你可能日文 然後中文 都要精通 才有辦法進入台版工作 那也不一定 所以可能台版本來上 工作的門檻就會有比較高 所以 也有可能 但當然還是希望 人手的部分 還是可以加油啦 然後就是一些 遊戲體驗的優化吧 我覺得遊戲體驗的優化的話 是我最重視的東西 那 算了 這個 這個另外之後再講好了 不然這部影片 要超過一個小時了 好 反正就是大概是這樣 然後 反正這遊戲體驗的故事 下次再跟你們講 反正也其實也蠻好玩的 下一次的雜談 有機會的話再跟你們講 我們那一次線下活動的聚會的 參會 我們都在做什麼 我可以 有機會我再詳細的講給你們聽 反正就是 反正是遊戲體驗啦 然後一些 bug 然後 行銷 然後人勢力 然後 客服 然後排成吧 我覺得排成是現階段 讓所有玩家最不滿的東西啦 如果排成真的可以 弄好一點點的話 然後 然後可以公開透明一點的話 我是覺得 玩家應該還是會願意 給予機會 那 我也 願意再給予機會啦 就是 希望這部影片出去之後 有共鳴的玩家就 可以幫我分享出去 反正這部影片 我也不求讓太多人看到 反正我覺得 只要讓一些有共鳴的玩家 有提升到我的心 心情 然後 反正就把今天這部 這種 深夜雜談系列 當做個 床編故事聽吧 反正以後 只要這種深夜雜談系列 都是黑畫面沒有字母啦 就是反正就是 如果你有YouTube Premiere 你就 當個床編故事聽 那如果你沒有YouTube Premiere 你就 去線上下載MP3模式 把它轉成MP3檔 還是當床編故事聽 好不好 反正就是這樣 反正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反正這個系列以後就是 會把所有心力都是放在大家的耳朵上面 不會有任何的畫面感到啦 好 那就是今天算是我們雜談的 系列第一集 那就是大家喜歡的話就 按個訂閱 按個分享 讓大家看到 就是 就是主要還是會講一些我自己的心路歷程啦 然後一些可能抱怨一些時事啊 或者是一些有任何的 就不一定會僅限在CM 我自己也是這樣講 那也是希望官方 可以看到這部影片 然後 聽聽我的建議啦 如果我不算是一個重科級玩家 但是我自認為我是一個 對遊戲狀態還算清楚的人 不然我不覺得我的台會有那麼多人 想要看我教學啦 我認真的啦 反正就是這樣 反正我覺得我至少的話 應該是 算是公正 不太會偏頗 但就這樣 好啦 那就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各位聆聽這47分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就能說一下吧 請問吧 我們就能說一下 我們就不相信 更多的一央 我們有明顯示Bo 但是我們吧 我們就要走 我們就聽到 我們就能播放 我們就會